那么这个手掌是自然张开 手掌开就见小指离 就是说他自然张开的状态 就看到小指是分开撇开的 子女不亲难调理 这个是跟婉孕跟子女有关系 小指天人二文都偏直 定是火掌性情景 天人二文都是偏直的 也就是感情业和智慧线偏直的人 都是性格比较急躁 三线深长杂文少 一路顺畅少干扰 就是说他的文路主文路 非常的清晰有力 而且没有什么杂文干扰 少杂文干扰 他的路就走的越顺畅 人文直长专业经 天文直长心气傲 就是说他讲智慧线跟感情线 智慧线比较直比较长的人 往往是在专业领域很精通 而且很容易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那么天文感情线直长的人 心气比较好 我们再看 地文来到中年段 人生路长来两段 就是说他这个地文生命线 出现了错开中段 到中年的时候突然错开 说明了人生之路 发生很大的改变 仿佛是重新走过另外一段人生一样 所以至于发生的事故 有可能是好的 有可能是坏的 好的方面 比如说突然继承了遗产 或者是突然来了一个好事 中了奖也有可能 这个好事 坏事有可能遭遇变故 人生回到革命前 回到解放前 后进十足少阻碍 中德圆满富贵成 就是他的后面的生命线 长得比前面的要好 后进十足 那么中德圆满 这是一个首相的案例